各位同心,現在開始上課了,請大家就坐,謝謝 謝謝 製造幾個 還有誰有人要上級高級班的嗎 請給我手 OK 好 第一次來請給我手 OK 請看下 上過高級班的話 你的上課的態度就要改嗎 因為接下去就要去旁邊 當政府官員應該有個樣子吧 來這裡就是要預備你自己 準備自己去接政權 我們會給你不同的位子 你如果不改變你的樣子 慢慢要銜接到隔壁那些人的樣子 銜接 心態上要改 你不是一般的百姓 你現在再來是要做官員 官員沒有慶幸拆散的喔 你要讓人家有尊重 人會給你尊重 一般態度要出來 從上課做起 從我們日常生活 加清開始 來 請盡快就坐 我要上課了 我可以要求你們上課秩序 來 馬上放心說第一張圖 這是這個 看有的請抓手 看得懂請舉手 上過高級班先不用回答 第一次來的看得懂的請舉手 高級班也可以問喔 看有肉 這是什麼土 你看有隔壁 我請你解釋一下 看得懂嗎 這個時間是1911年喔 1911年是 在座各位沒有1911年出席的 沒有嘛哪有可能 我上課剛才是最老的90歲 神拜 以前日本海軍的 我們台灣人在那裡做 日本海軍 90歲 那村的你就要叫1911年 這就是你們阿公還是誰做的 那時候 那時候人畫的圖 你現在看不懂 不是很奇怪嗎 那時候的人畫的畫你看不懂 這100幾年前的圖 你看不懂 來 下一張 這看不懂 好 這樣我問 看不懂的請舉手 看不懂這100多的牙手 幾人 1 2 還有誰 3 4 5 看不懂 來 我只問看不懂的喔 看得懂我就不講了喔 只問看不懂的喔 請問這裡面是畫的 飛機還是畫的 動物 你就知道是人 我說白的就別說喔 不是耶 在說喔 他是畫飛機嗎 大炮嗎 軍艦嗎 那不是 不是嘛 你搖頭表示你看有嗎 對不對 那是畫男子還是畫男子 對啊 你也知道男子的啊 你看得懂嗎 裡面畫幾個人 五個人 你也知道有幾個人啊 你有看得懂喔 當然也看得懂啊 你已經看得懂耶 你不是看不懂耶 所以你在說你看不懂之前 你要先保留 不要那麼快下結論 你看不懂 你看有嘛 因為我自己問的問題都對 都對啊 你就是看得懂啊 只是 這裡面畫的人 跟你期待的那個人的樣子 不一樣嘛 對不對 後一張 下一張 這你有看得懂嗎 看得懂嗎 不好意思 這三百多年前的畫 剛才那是 再回到前一張 這一百多年 皮卡索畫的 1907年畫的 百幾年前你看不懂 三百年前說你看不懂 所以你的藝術欣賞能力 停留在三百年前對不對 過了一百年之後 你就停住了嘛 一直沒有發展到今天嘛 這百幾年前 你阿公阿祖畫 你看不懂 你看 這是怎樣 發生什麼狀況 你沒有受到教育嗎 我們的藝術教育停滯嗎 所以我們的認知的東西 有問題 你為什麼今天的現代人 你玩的 2014年的人 你看不懂 百幾年前 1909幾年的賭 你怎麼看不懂 你人停留在印象派 過了印象派都看不懂 怎麼會這樣子 我給你一個觀點 怎麼看得懂 你現在是看得懂嘛 但是不是很了解 我跟他講 這叫做立體畫派 立體畫派就是怎樣 這個東西不是這樣看而已 這樣也是水 也是水浮 這樣也是水浮 這樣也是嘛 所以一個固定時間裡面 他每個角度都是水浮 那不是 你看看我這個人 覺得這樣看而已 這樣也是我 這樣也是我 從下面往上看 哪裡看都是我 那只能從這個角度看 這樣你就認不出我來 不會啊 所以你時間固定 參考點 觀察點不同 一直在變的時候 就會產生這個啊 你平對這裡看 眼睛對這裡看 心骨對這裡看 就產生所謂的立體畫派 把不同的觀點 放在一起 在同一個位置裡面產生 就是立體畫派 你看看 你知道嗎 我們每個人過期去 國民黨的劉王政務 來教一下 一個 一種觀點而已 你看不出來 那個以外 你就看不出來 喔 這真的喔 下一張 這個你在看這種 你如果用這個年代的眼光 來看剛剛那一張 你就看不懂 對不對 但是回過去看都看得懂 所以哪一個比較先進 後來那個比較後來的 觀點改變 下一個 對吧 變化是這樣變化的 這叫做單點寫真 一個觀點 我看東西只站在這裡看 看的結果就是這樣子 我如果一下這裡站這裡 一下天花板 就看成這個樣子 我如果觀察點再多 就變成這個樣子 我的觀點也更多 更複雜了就變成這樣 就怎麼樣 回去了 你看看沒有了 是不是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要做一件事情 他們叫做 paradigm shift 我現在是解碼 我沒有解碼 你看不懂 像亂碼對不對 像這個對你來說是亂碼 可是我現在幫你解開來了 就是你觀點多幾種 你就看得懂 對不對 但是你這個觀點多幾種 這個動作 叫做什麼 paradigm shift 你在一個不同的系統裡面 轉換 你要改變你的觀點 需要解碼器 好啦 這三幅畫裡面 三個不同畫 每一幅畫都有它自己的觀點 先不管是多觀點還是單觀點 都是一種觀點 對不對 對不對 沒錯 你們有剩下 不管是哪一個 都是一種一致性的意思 就是說 一對這個裡面 它都用自然光線 畫正常比例的人 從一個角度看 畫出來是這樣的畫 但是如果換另外一個畫 顏色就不是那麼重要 它不一定要那麼寫真 因為它切入的點不同 但是這整幅畫裡面 都是同樣的觀點 以這種態度去畫 還有一致性 所以即使你看到沒有這行 這裡面主頭都要一致性的觀點 對不對 這也是一致性的觀點 來 下一張 這就奇怪了 對不對 你看到沒有 這就飛機了 對不對 哪裡發掉 哪裡飛機 一下又是抽象 對不對 這不叫抽象 太多觀點 一個就是 皮卡索的 一下又是寫實的 染色會 這好像什麼 你知道 我穿西裝 下面穿皮鞋 對不對 但是我一隻腳穿拖鞋 是不是怪怪的 或者換高跟鞋 是不是很奇怪 你說這個人 奇怪怪怪 對不對 沒錯啊 這就是這種情況 我不管哪個系統裡面 它這個系統裡面 都要有什麼 一致性 consistency 下一張 兩個英文單字 一個叫 consistency 一致性 一致啦 一致性 你在一個系統裡面 一定要一致的 不一致它自己 互相矛盾是不會成立的 這整個系統會 放棄 放棚 了解嗎 一個系統 再做兩位 從另外一個宗教來的 你的宗教裡面要互相 不能矛盾嘛 矛盾這個宗教就崩盤了嘛 對不對 你要 consistency 你裡面講的每一個東西 每個觀點都要一致嘛 不能中間來一個回教觀點 來一個基督教觀點 混在這個 你們的宗教的觀點裡面 不可能嘛 你基督教就是基督教的觀點 一致 佛教就是佛教觀點 道教就是道教觀點 都是不一樣 都是一致 你在那些系統裡面 你如果paradigm shift 換到人的系統 你的觀點就要改變了 你看待人生 看待生命 看待宇宙 看待時間的觀點都改變了 是不是 叫做paradigm shift 但是每一個paradigm裡面 一個形式系統中 不蘊含矛盾 它如果是一個政治系統的話 它的立法行政司法 都要同一個系統 我上課一陣 來你們要講話可以到外面去講 我上課不要打擾 來麻煩提醒這位童心 我上課 來聽我講就好 如果有什麼問題 可以出去外面說 不要以不影響在座旁邊的人的 這是上課我們的秩序 來 在右邊叫做integrity 一個人 你做事要一致 比如說 好像開車 一下200 一下15 一下50 塞他後面的人會去笑 對不對 他在搞什麼 所以你要一致性 這是指行為來講 一致性 但是integrity 是指這個人的表理一致 我說的跟我做出來是一定的 我這個人要表理一致 不能不一樣 這是講一個人的人格 integrity 那他的相反值是什麼 integrity的相反值是什麼 叫做dishonest 就是不誠實 你講完整性的相反值怎麼不誠實 就是你這個人不完整 你裡面想的跟你走的做的不一樣 表理不一致 你就是不誠實的人 我現在是在講人 再來換我講什麼 你講一個國家也是 一個國家做事情 他in order 為了要維繫這國家的系統 他一定要在每個單位 司法 行政 立法 要有一致性的觀點 對吧 所以我們才有辦法去顧美國 我們才有辦法去走在美國的系統裡面 顧他的法律 他法院判下的結果 行政單位要執行 才有今天的台灣民進府 他如果是一個沒有國格的人 沒有integrity的國家 不誠實的國家 不誠實的國家 你沒辦法去顧 比如說你中國就是 他沒有一致性 他一切都服務於民族主義 所以也讓犧牲其他的部分 立法司法可以犧牲 為了要維持政權的有效統治 所以法律到不同的地方 就應用不一樣 到香港是一套 到上海一套 到西藏 他就是不一致 那越先進的國家 你要當老大 抱歉 以前村裡面要做老大 你做事情就怎麼樣 一致性 對不對 我對這個人 對那個人 對ABC甲乙餅 每一個人態度都要一樣 我不能對這個特別好 對那個不好 會有人說 你如果不公平 你憑什麼做老大 大的就是怎麼樣 要照顧每一個人都一樣 與陸軍戰都一樣 都公平 你不能這些特別 對這樣 法律也是這樣 在法律之前 人人平等 這叫做一致性 就這樣才可以 所以天子跟王子同罪 如果犯罪都一樣 結果就是這樣 這叫做一致性 我們就是 美國因為它是大國 大國 如果說法律 共產 就要叫它去做 如果說 我們以國家來說 國際法是我們這個國家 遵守最重要的法律 就是遵守 不可能說 這裡遵守 那邊不遵守 再舉個例子 美國來說 它的憲法 跟它 跟國外簽訂的 treaty條約 是同一個位階的時候 你以為要照一致性 所以我們照一致性 你不是San Francisco條約 台灣 是在這裡面有被提到 你要照這裡面 你是我的主要佔領全國 你要照戰進法 來對待台灣人 你不可以違反這個 我們要照顧這個 他這個做老大的國家 他就要遵守這個法律 戰爭法 國際法 再演變到今天是變成這樣 再把國民黨 這個流亡政府要趕走 過去他想玩 土地摸狗 混水摸魚的事情 叫什麼 暗度成章 偷偷要把一個合法化 土地要送給他 不可以 這土地本來有租人 日本天皇的土地 不會因為戰敗怎麼樣 轉移主權 是這樣子 照今天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這個概念 至於這個 consistent 跟integrity 這個概念從哪裡來 我跟你講 我現在剛才說 那都是人的法律 但是大自然有一個大自然的法則 人為了要統治人 他就去效法大自然的法則 人如果不效法大自然的法則 違反大自然的法則 他這個法律 遲早會完蛋 所以要順天而行 不是逆天而行 順天是什麼 有萬有引力 有地心引力 我如果有一個建築設計 政府通過一個法案 沒有考慮到地心引力 所有東西我們都兜了 很漂亮 對不對 你一定要考慮有一個大自然的法則 有人說 我都 人要有自由 我請問你一件事 一個從101上掉下來的人 有沒有說 停止 不要再掉下來的自由 沒有 沒有吧 是不是 你已經受限一個大自然的法則 你一定會掉 幾秒以後你一定會死 這就是大自然法則 你人類無法對抗這個所謂的 叫大自然的法則 做違反大自然的事情 所以你在制定人類法律的時候 就要考慮大自然原則一下 大自然原則來的有男有女 你就要考慮有男有女 你不能說所有的人都是同一個性別 不可以這樣扣路 沒錯吧 有人有動物 人跟動物不一樣 你不能把人跟動物都等同 不是 這是大自然的法則 所以人類就管你要搞一個宗教 你也要遵守大自然的法則是什麼 這樣知道 所以我們現在講國際法 萬國公法 不知道有一些課在講法律 當初法律的形成的時候 所有的law基礎是什麼 憲法嘛 所有各種法律的母法叫做憲法 憲法的母法是什麼 人類的道德規範這些對不對 這些東西的規範的原則是什麼 大自然的法則 就是這樣 因為有大自然所有才有人類 有人類很多人才要管理 要管理才制定規則 規則才follow 就這樣 就這樣很簡單 一下都知道了 所以美國是一個三權分立的國家 它是一致性的 那也因為它的 必須要遵守這個營致性 我們要把它照顧 我們知道今天才會有頭白 對這些政治戀意裡面頭白出來 下一個 好啦 這個 paradigm shift 你的觀點改變 你的世界也有改變 你過去在那個 國民黨的系統裡面 觀點 好像都一致嘛 對不對 你看到電視報導一下 學一下老師幹嘛這樣 到 但是 你離開台灣都不是這樣子 那不是 你機子有拿去外國去那裡 不可以人叫你把你抖起來 為什麼 你這個系統不能拿出去 你只能在裡面一個系統 你進到世界的系統 你就非法 所以你這樣對裡面騙 對華國沒有什麼就騙 美國說我不承認你是個國家 台灣和中華民國都不是一個國家 就這樣就很簡單 那你不是國家你拿什麼國旗 那個不是國旗 你就不要拿出來 我們黑白鸞 台灣人的黑市民 拿這個國旗 要找聯合國 還好笑 你弄一百倍也不會 也不會過 不對嘛 你是在系統裡面騙你裡面的人 在國民黨的黑市民 牽制思想 牽制關係 要讓你去旅行沒有關係 那腦袋已經被牽制了 主持人給你打 叫你去做兵 這都不對的 媒體都是他在掌控的 最近我們合約就聽到 別人不要跟你講 就是掌控 然後多角度跟他立體化派 觀點改變 看到世界變 下一張 看這個 這是什麼 過期的台灣 在這裡 分來部落形勢 後來慢慢有大肚王國 西班牙荷蘭大清 帝國 這次跟你說 殖民 還不是殖民 叫做拓子 殖民還是有計畫的 他們還沒有 在設斷 藤屋 建廟建廟建廠 建廠建廠 就這樣而已 這還不算是什麼 這叫做暫時性的系統 進來了 我們台灣已經在這裡幾萬年 我們是在這邊 幾萬年的人住在這裡 你現在可以坐在這裡 申請我們台灣民進會的身份證 都證明你的血統是 分土台灣人 照樣多坐在這裡 不是 聽聽就好 對不對 這土地上兩種人 一個是中國人 不同國籍的人 一個是大日本帝國台灣人 在住在這裡 我們現在 這個系統在轉 轉到什麼時候 下官條約 對不對 建廠之後 土地 這個土地已經掛入 日本帝國 正式收納下來 有計畫 50年把你 經過黃民化 改變你的語言 各方面 正式成為日本體育 1945年4月1號 宣布憲法實施在台灣 所以在法律上來講 台灣已經 英文掛成為 台日本帝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這叫什麼 這叫永久性的系統改變 已經英文改了 有人說 台灣人說 不是啊 我現在不是講中文 我現在要去做兵 我現在就要去挑選 我就說 那是有原因的 因為 日本帝國戰敗 我們戰敗了 我們跟另外一大的系統 叫做美國的系統 修正 輸掉了 輸掉了之後 美國人怕說 現在到目前為止 可以跟美國人相打的 打到他們本土 什麼 台日本帝國而已 這麼強的國家 他會擔心啊 所以他把你戰敗之後 他要做什麼事情 想辦法讓你過期 這個系統 不發生作用 他叫中華民國 這個流氓系統 把你集壞的目的 就是要跟你糟蹋 就是糟蹋你 讓你不發生作用 不然你之前 台日本帝國的系統很強 很容易再翻過來 跟他變成一個挑戰 所以他來的目的 就是要破壞台灣的系統 讓你混亂 現在法理一出來之後 他就得推出去了 永遠的這個系統就進來了 是這樣啊 但是這個臨時的系統進來的時候 那個時間太久了 三代 六十八年了 台灣人想說這個暫時性的系統 以為是永恆性的系統 就真的要相信 說我也是中國人 就對了 你的身份不是嘛 第一個 你是本土的台灣人 第二個 你的國籍是台日本帝國的臣民 但是你讓這個流氓政府跟你騙到 你以為你是中國人 跑去那邊去 就這麼簡單 了解嗎 所以我們現在給台灣人 叫他切 說你不是那個 回來 所以我們台灣人沒有什麼藍綠之分 台灣民進去沒有藍綠 為什麼 藍綠是他們在玩的 我們沒有啊 藍裡面也有我們台灣人 綠裡面也有台灣人 都把它抓出來 整隊叫什麼 台灣軍 台灣軍 現在抓的叫做台灣軍 跟這個藍綠 藍綠是去用平衡去玩的 另外一個遊戲規則 我們跟他不一樣 現在回來 下一個 講得很清楚 本來是FOMOSA系統 部落形式 大日本帝國系統 美麗堅和中國系統 破壞先前系統 使之不發生作用 支那國系統 中華人 支那國系統 還有兩個 現在這個圖 又是流亡的圖 又不是比較強的 比較強現在在中國的統帝 對不對 後來的那個又被冠出來 冠出來 早來台灣糟蹋台灣人 糟蹋這個帝國政府的人 在系統內部 對象是系統內部被統治的人民 在思想上 以特定的史觀 我今天講的台灣史節 以特定的史觀 掌控歷史解釋權 為了要維繫他統治資格 不然你錢就給他換 所以他編一套 公法 說法 歷史觀點 跟你討 你相信之後他比較好管 所以在制度上 以史觀建構法律規範 系統外部 對象是其他系統 就是美國 日本的系統 思想上 與其他系統合中聯合 在制度上符合國際間規範 他都必須要這樣子 但是流行中華民國系統 是企圖在部屬於他的領土 不是尚在他的領土 從事破壞 為了建構對他自己有利的虛構系統 這是虛構的 如何證明 因為一旦出了台灣 國際組織 國旗國號都不管用 就這邊 要怎麼證明 這樣就知道了 一出去都不管用 就是證明 下一張 perception 就是觀點 perception perceive how you perceive things 你怎麼認知一件事情 要一個觀點 大自然的這些大家都看法一樣 可是等到輪到 人類統治的系統的時候 historical reality 就是歷史上的一些事實 觀點就水災人不一樣 來 下一個 現在說得比較簡單 這圖很複雜 我說 你有你的觀點 我有我的觀點 男生有男生的觀點 女生有女生的觀點 對不對 印第安人有印第安人的觀點 北美的白人有白人的觀點 誰的觀點比較重要 誰人的觀點比較重要 誰人的觀點可以影響別人的觀點 不一定 是不是 通常弱的是一定完蛋 對不對 我舉個例子 一個男生 跟一個女生結婚 那個男生說 晚餐怎麼這樣吃 我們以前在家裡吃飯 都是大家都要到期才一起吃飯的 女生說 沒有喔 我們家做生理 誰來誰先吃 菜就船邊放在地上 就流水溪 這樣就可以吵起來 為什麼 觀點不同 對同樣件事情處於方法不同 觀點不同就可以吵架 對不對 最後是誰贏 誰愛誰多的就輸 了解嗎 你們都聽不懂 誰愛誰多的我扭你 給你的這系統可以進行 了解嗎 那你會回去去檢查自己的家庭 按照誰的遊戲規則在玩 但是也不一定 吃飯是一回事 刷牙是一回事 牙膏怎麼牙刷什麼白人 那不一定 那很難說 但是在北美洲的白人 決定 有輪到印第亞人決定未來嗎 決定美國的未來嗎 我觀看在你大一系統的地方 多少久 所以縱使你證明 我是本土台灣人又怎麼樣 比較強的人把你吃掉 台灣人是要騙什麼 跟人家話 我要獨立 我要過我自己的日子 好笑 我們才有多少人 Be smart 就要騙 你要怎麼行進 還不再不跟著 這個觀點不同的話 會強蹦對不對 強蹦會戰爭 你如果 再來一次 去消滅 會被消滅 這沒有什麼第三則法官 說你不能打 沒有啦 在國際裡面 弱的就去吃掉 就這麼簡單 台灣是幾個人 要跟人家搶什麼 有美國、有日本、有中國 你憑什麼自己站起來 你騙只有一點 罵的人都老人 真的去消滅還不是你們 在發票 槍喔 人家在吃飯你就發生 就這樣 倒楣都是這些年輕人 你有很多自己 你那時候你怎麼不去消滅 對不對 現在知道了嗎 所以你要選擇一個對的方式 本來就是 我們的身分已經可以了 你全部乖乖的回到你該有的身分上 做你該有的 名正言順的GCE 你名字就要贏 你說的話就有利了 你下資訊給你編一套 沒有人要給你信套 對不對 我再慢慢再講 好啦 現在就遇到一個問題 你過去在國民黨裡面的系統 來 抱歉回到上一張 再上一張 不好意思 再上一張 有那個圓圈圈那個 對對對 中國流亡系統是怎麼進來台灣的 它帶著什麼進來的 我跟你講 簡單幾項 透過語言 宗教 信事 教育媒體進來 我們本來是日本人 議員幫你改 對不對 第一個一進來就你改語言 不准說台灣話 客話什麼話都不能說 北京話 是國語 你都要教歐 不然幫你發 除了上一代幫你台積 下一代又叫你受他的教育 我幫你借貼貼 以前學一期的 拿著高學位 日本地大回來都沒辦法做 為什麼 語言都換了 不然你從頭來 議員幫你改 你說台灣人寒蠻講話 台灣人怎麼寒蠻講話 不然你用台記給我變 那就沒有了 你只要用中文跟你講 北京話在捲舌 你就沒辦法寒蠻講話 因為你思考是一個系統 語言是一個系統 你進入這個系統以後你就要 就換一個 你過去那個系統 跟這個系統就沒有關係 一樣 過去大清帝國 對台灣做什麼事情 沒有做什麼建設 他跟他寄信士跟你一招就好 以前台灣人沒生 我跟他說 台灣人沒有什麼信士 以前是原始部落的行事 我們的信士追三代就好 你爸爸媽媽叫什麼名 你的爸爸叫什麼 你的阿公叫什麼 你的名字就是這個加這個 比較像印度的那種系統 結果後來信士 那是中國中國人的生 走來台灣 那不是我們的系統 以前中國想到什麼信士 哪一個王最大的 你存在給他 被他征服的人都跟著他信 所以我最大的生人 所以我去修台 小的部落 靠你征服之後 他們都替你生 所以我們越激越多 生人那麼大 結果不是 都是打贏打來的人 對不對 知道嗎 越大的部落就 永遠都是贏 資源越大 我現在不要講太多 還有啊 語言之外 宗教也是 本來台灣是什麼宗教 當然你也說宗教是自由的 但是如果宗教夾帶著政治目的來 那又不一樣意思 我待會不要講那麼多 現在先講到這裡 媒體一起配合 OK 往下走 再往下走 三張 OK 所以對同一東西 觀點不同 中國人有中國的觀點 台灣人有台灣的觀點 你說觀點這麼重要 像這些年輕人說 好 徐老師說太多了 這個 這有什麼了不起 他們的歷史就好了 我告訴你 念這句話 史觀非常重要 觀點影響立場 立場左右你的選擇 選擇之後產生你的行為 行為會決定台灣人的命運 不要小看這件事 所以最後怎麼樣 追到最後 最重要是什麼 你的觀點要正確 你觀點錯 站在中國人的觀點 你永遠沒辦法套放 你進到他的系統 你出不來了 你回不到原來的系統 所以你的觀點要改 對同樣一件歷史的觀點改 我舉個例子 待會兒再說好了 好 在系統外的觀點 才可以修正系統錯誤 所以我剛才說 你在那個系統裡面 說沒有 報紙就不是這樣寫 老師就不是這樣寫 為什麼 你在系統裡面去檢查 民進會的法理 但是民進會的法理更大 它是普世皆準的道理 它放在全世界 國際法是全世界在遵守 對不對 你用國民黨的系統 都會看我 所以你不能在他以前的系統看 要跳出來 好 下一個 現在不講太多了 OK 那我先簡單的講 中華民國給你的這套系統 是什麼樣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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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是怎麼給我們毒害 我跟你講 中華民國流行政府這個史官 一直裡面帶著一個什麼 掩蓋過去的罪行 設計未來的動機 為了當下的利益 這三項 過去 我舉個例子來講 什麼是過去的掩蓋過去的 比如說最近有一個稿燒 說一百四十幾萬人沒什麼 有沒有聽過 有人聽過嗎 沒有啊 沒有在看新聞 沒有受這個系統的影響 你說二八死掉十幾萬人不算什麼 你有聽過嗎 有一個稿燒 我們這一班好像跟其他班不太一樣 其他班都有聽過 你們聽過有請舉手 至少有 好 放下 有了 聽過就好 對不對 這句話講對不對 大家都搖頭說不對對不對 但是對你來說對 因為他是中國人 因為中國人裡面就是這樣 青菜太郎 寧可挫殺一萬不要放走一哥 對不對 一將功成萬苦苦 那是中國中國人很多 不過青菜就不不走 太郎殺人如麻 那正常的 在台灣人都沒多少 以前日本大國的那時候消滅了 你用整十五天之後就放出來 他不能觀超過一個時間 因為他把你當作天皇的臣民 他不能對你太超過 不可能去台 那樣的制度下 台灣人看到中國這種系統 嚇死了 嚇死了 一開始還不知道 結果日本五十年通締之後 變成一群穩順的人 所以看到這種中國的土匪來 怎麼會這樣太郎 怎麼可能這樣就是太郎 手把鐵絲穿過去 鋼的鋼鞭 在河裡面 這跟中國的那些人 做得出來的 做得出來的事情 那過去無法想像 跟我們這種事 你知道嗎 觀點不同 他為什麼要給你這種觀點 他說十幾萬人 四十幾萬人 不算什麼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就是要照他的觀點 不是講人權 覺得這沒什麼 你如果相信他的觀點 你就會覺得這沒什麼 所以你就會忘記 他過去所犯的罪行 我們那小孩子就是 被這樣教育出來的 所以小孩子說 228也沒什麼 228放假是要去看電影的 要去玩的 本來是很慘的日子 他現在並說是放假日子 他說228放假你要去哪裡玩 是不是 他把一個很殘酷的事情 把他扭曲 要變成一個快樂歡樂的事情 這不就要扭曲你的觀點嗎 他就要掩蓋他過去所犯下的罪行 台灣人那些傭途去不騙去 228真的計畫去放假 他如何扭曲一個慘無人道 你南京大屠殺怎麼不放假 你所謂的 又沒有這件事情 八國聯軍攻進中國的時候 怎麼不會來放一個假呢 大家一起來慶祝一下 為什麼平平日子拜 你要這樣跟人家玩 那就是你去叫做通知嘛 你叫做肖堅你還不知道 叫做賣掉還給人家玩 台灣人就是這樣 對不對 你不給他放假他還生氣 為什麼日子拜沒有放假 奇怪對不對 很好笑喔 再來MOTIV 還有未來的動機 過去看他講 你就不曉得有舊金站合約了 看他那種開羅宣言 開羅宣言 亞爾達密約什麼什麼 有的沒有 我跟你講喔 條約有不同的位階 San Francisco是個treaty 幾十個國家重開 你如果把開羅宣言 就要宣言 Press 發布的宣言 當作那麼高位置的話 那你究竟那些合約 要放到哪個位置去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知道齁 所以他給你這樣的史觀 就是要目的是什麼 要把你台灣吃起來 就是要吃下來 偷偷要讓中華流亡政府 在台灣就地合法 不要讓你講這條約的事情 早就把你吃起來了 所以他現在 有要把你擠起來了 再來一下 當下的利益 比如說他就製造假像 現在中華要來打 所以你要什麼 買不起 買不起就要錢 叫錢 抽稅 變合理化的事情 過去還有什麼 房勞郵票 有的沒有 我都要勾勾來 對嗎 先不講再說這個 所以史觀重不重要 當然重要 史觀非常重要 觀點影響立場 立場左右選擇 選擇採取行為 行為決定台灣人的命運 觀點 你現在有人說民進府 他聽不下去 因為他觀點不對 對不對 他採用中國人的觀點 觀點影響他的立場 他會繼續去投票 會支持他們的人 立場會左右他的選擇 他選到什麼 買來不買來 你來後 採取行為 你來了接受法理訓練 之後你的命運就改變了 台灣人因為你現在在座各位 採取了行動 改變台灣人的命運 我們現在是這個process 在這個過程當中在進行中 我們乘幾何時 我們在參與歷史 我們參與一個歷史的大大事 你現在是關鍵人物 在關鍵時間出現的關鍵角色 做一個關鍵的事情 不要小看你現在做的事情 雖然說到時候 睡著了 沒有啦 我跟你說 不要小看這件事情 台灣在做一個很大的轉變 來 下一個 剛才說他們的史觀就在這裡 我現在在說的是這個史觀 國際共同接受的觀點 按照國際法來解決 所有國際上的領土糾紛 有國際法的 不是說我自古以來 台灣是我們笑死的 自古以來 中國是蒙古的 蒙古曾經占你過 不然你還給蒙古 自古以來 我等會說多少自古以來 來 下一張 所以我們現在是什麼 當助台灣人 從支那這系統走出來 支那系統 你過去都讓支那系統 依然用他的 看他的主 背他的歷史 想說他的偉人是你的偉人 就是這樣 了解了嗎 怎麼樣讓這些人 對 我現在 好 這真是沒說那麼多 因為今天照片很多 下一張 先講一個概念 叫做 perspective 就是事情有那個叫什麼 perspective 叫做透視 你們要看建築有透視圖 對吧 畫一個建築物3D的 要有透視 你要看得出立體的 所以 順序規則對 這個你就看得懂 對不對 為什麼他看得懂 這個比較灰 為什麼 比較近的大 比較遠小 對吧 所以你看歷史的東西也是這樣 但是如果三個都一樣大的 怎麼樣 又灰去了 歷史就看不出來他的景觀了 有的特定歷史放大 比如說國民黨的歷史就把它放大 特定 要證成說這樣台灣 結果台灣只有台南那一小塊地方 其他都不是 這就是扭曲歷史 這小小的歷史把它放大 過日本的那個通知台灣 日本在台灣的50年都空掉了 不見了 要不然醜化扭曲 就是這樣 所以是怎麼樣 我們要給事情正確的先後順序 你再看我下一張 OK 好啦 什麼叫先後順序 左上方那個字叫Priority 先後順序 你對於你所收集到的資料 我現在也講正確的資料 我還沒有講錯誤的資料 正確的資料 你要給它先後順序 有分級數的 A級 B級 C級 D級的證據 在法律上也是這樣子 你在法院裡面法官判案也是 你拿出來證據 如果是那種科學證據 有說服力 如果說那個人說什麼 那個人說什麼 那個相對主觀的觀點 放到尾巴去了 對不對 法官在採用證據的時候 他會分 知道嗎 第一級是科學證據 比如說基本的邏輯推理 進化論這些東西 我現在實在沒有那麼多講 物理性碳14半衰期 5萬年有限 比如說你說這個母奶 他幾萬年 慶祭公公 你要拿出來 用碳14半衰期 可以照射 放射線 看它碳同位數 衰退的程度 來決定它的時間 蠻準的 但是它準確 但是是針對有機物 知道嗎 有含碳在裡面的 歷史考古的東西 才可以測 如果沒有含碳 在裡面 沒辦法這樣測 這個碳14半衰期的話 它的準確度很高 可是只限5萬年之內 5萬年敲過 不準了 再來氧化性質 比如說這個民族很早就使用鐵器 鐵器拿來 化研一下氧化程度 你從鐵鏈出來 變成刀子 使用多少 如果一萬年 應該氧化到那 一看就知道 不能輕鬆講 再來生物系統 DNA 這最近發展得很快的一個東西 你在很短的時間 用棉花棒在口漿上刮一下 一拿出來 幾天之內 就把你的幾億個DNA的排列組合 全部列出來給你看 這沒有什麼開玩笑的 再來歷史文獻 比如說簽合約這個好幾個國家 跟一個國家自己記載歷史不用 在座各位有人寫歷史嗎 沒有啊 你是普通人嘛 大部分寫歷史是什麼 國家級或者大國王照的寫歷史 在外面請人家寫歷史 給歷史下定案 一般人沒有 很多國家一起寫的話 它的公正性客觀性就相對增加 就知道一家 偏主觀文字記載 歷史記載的時間啊 來源啊 然後要交叉求證 接下去是推論假說 比如人家高山北人 推論假說 到現在還是一個論 進化論是一個論 並沒有被證實 再來偽造歷史 那些國家不用說 那叫做教科書 宣傳媒體 國民黨裡面 連歷史上的事實都不適合 放在這一塊 完全不列入法院的考慮 來 下一張 Historical document 歷史文獻 這是B級的證據 我剛才有 再回上一張 來 這有所謂的A級證據 B級 C級 D級 OK 下一張 這是B級的證據 Historical document 歷史文獻 下一張 文字記載屬於C級 Archive Archive就是收雜誌 不管內容 但不做分析 來 下一張 這來了 這不是我自己編的 這個是國家地理雜誌 國家地理雜誌 是蠻有錢的一個雜誌社 他做了一個 最近有一個project 叫做Genographic Project Genographic Project 你可以上網去打 他叫Dr. Spencer 是一個計畫主持人 這個project 他裡面抽了 將近70萬個樣本 70萬個人的DNA抽出來 全世界抽 70萬很大的樣本空間 現在還一直持續的進行中 人在DNA傳你的後代的時候 你的DNA會複製 複製的時候會產生 不是每次都正確 我現在有錯掉 一錯掉就產生所謂的變異 變異的細胞 會在你的後代裡面 就繼續下去 所以所有對這些生出來的 您身上或是孫子 或是真孫子 都帶有同樣的這種變異細胞在他身上 所以你倒過來追 就可以找出你的祖先是誰 所以因為這樣 你把全世界人類的遷徙圖畫出來 遷徙圖是migration 怎麼從哪裡搬到哪裡 所以所有的人類 加上南美洲 北美洲 你有沒有看到 阿拉斯加 這邊 Russia 這邊都有 你有沒有看到 所有的人 結果你看都從哪裡來 所有人類從哪裡來 非洲的 從DNA裡面找出人的來源 全部的人都從非洲來 那是六萬年前 結果過了幾萬年 我講這個可能你沒什麼興趣 但是我還要講 台灣人對要來就有興趣對不對 我還要講 你找一個叫M174 我們是M174的後代 M174怎麼走 你看我去台灣 台灣對不對 從非洲的南部對不對 埃及南部 非洲南部 走到印度 走到印尼 蛤 蛤 蛤 再來台灣 日本 韓國 這就是所謂的中原地區 對吧 這中原 所謂的中原地區 裡面有什麼人 你看 有南越來的人 有從中東來 從歐洲來 從蒙古下來 從印度上去 都有 所以這些人是雜種 誰是雜種 那中國人是雜種 是不是雜種 是啊 你所有人類 遷徙到最後最後集中的最後 stop的地方 stop在這個Lan上面 好幾種人 在那裡 真的雜種是中國人 而且你還不講說 什麼漢人 根本沒他的DNA 不然你拿出來給人 定義說這叫漢人的DNA 沒有啊 是後來他形成文化大族 在開始對外 所以韓國人說 他是中國人祖先 中國人起到要死 他們很小韓國人 結果是40 可是日本人又是韓國人祖先 日本人又對我們這裡走 馬來人對我們 我們對馬來人來 過來就追到非洲 我們4萬年前 我們都到這裡 以前交通沒有那麼方便 來到這裡 過了四萬年 沒跟外界接觸 那是最近幾百年 再開始跟外界接觸 你的血統已經確認了 所以我們裡面老的肺很順 高山座的人都要很高興 難得有一個血統 四萬年沒跟人陪 四萬年 生存在這個肚子裡面 我們都是白毛做高山座的後代 你想說你說 客位你就比客人 你想說你說什麼火鍋 你就比全州張州人 都不是嘛 結果我們都是白毛做到高山座的後代 他給你一個信誓 你會想說你是中國人 去追你 我說我祖先 白祖是什麼 他說我們白祖 真的白祖是他們 中國人沒有承認我們這個祖先 白祖是他們 你去拜他們 那種好笑 那就是台灣人白祖 台灣我們祖先是什麼 高山座跟白毛做 M174的後代是我們祖先 在這裡四萬年了 四萬年了 我們的歷史原早過陰 它是後來再發生出來 才幾千年而已 賣賣賣賣賣了 過去他要把你指控的事情都不存在 你講到這個真正的歷史 這就是A級證據 我現在在說科學證據 不知道讓你黑白亂說的 不是國民黨的歷史給你黑白編 什麼從皇帝下面來講 我說我四萬年前開始來 四萬年已經到這裡 我們這些台灣界突然很難到外面接觸 所以都在這裡全床 四萬年了 有夠久嗎 這幾千年算什麼 對不對 現在知道 所以這Dr. Spencer就說一句話 他說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最偉大的人類意思其實記載 在我們的DNA裡面 那是科學證據 它不是你用人類的文化 什麼考古 那都在C級的證據 已經無法 A級的證據出來 其他都被推翻掉 你說的都沒效 對不對 你知道嗎 台灣人是什麼嗎 下一張 這還有時間圖 這六萬年前在這邊出來的 五萬年四萬年到這裡 四萬年前到這裡 三萬兩萬一萬 一萬年前才到這裡 時間嘛 有時間表 下一張 好啦 你幾歲 你叫什麼名字 我在星期五碰到你就在星期五 誰知道這個故事 星期五的故事 誰想知道 沒有人看過 魯賓孫漂流記 你有沒有看過 有吧 魯賓孫漂流記 是在1719年有一個小說 有人不知道我有講 他說有一個白人坐巡 遇到大風浪 就頂了 頂了 頂了就倒到一個荒島上面 荒島上 就像以前的村擱淺的東西 曲曲的罐頭 又蓋了一間樹屋 就躲在上面 住了幾個月以後 當地就有一個 黑人就跑來找他 他看到他說 喂 我在禮拜五看到你 你叫什麼名字 那個人黑人也跟他揮揮揮 不知道 不然你叫他禮拜五好了 你有沒有覺得很好笑 是誰是外來人 這白人是外來人 那黑人在那裡 不知道幾個萬年了 結果是白人拿他給他 是不是很好笑 印第亞人叫印第亞人嗎 當然不叫印第亞人 印第亞人 我跟你講 一塊土地裡面 自己足足 需要名字 台灣的名字 母親的名字叫台灣 不是嘛 母親的名字叫什麼 佛摩桑 也不是嘛 本地沒有名字 一個土地裡面 從來不需要跟外界接觸的 是沒有名字的 為什麼要給自己取名字 印第亞人去 要說我叫印第亞人嗎 他沒有跟外界接觸啊 他只有部落之間 互相取名字 叫來叫去抬來抬去 那是白人就去 才叫他名字 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嗎 當然不是啊 哥倫布到新大陸之前 幾萬年就有人 住在那個地方了 外來人口居然給我叫名字 這叫白人觀點 侵略者觀點 台灣本地沒有名字 但現在我們需要跟外界接觸 所以我們選一個名字 叫做符合謀殺 不會難聽啊 對不對 就選這個嘛 因為台灣倫斯 不要跟倫斯就難聽了 佛摩桑 好聽嗎 佛摩桑 這個我們自己可以選 但是我就不會跟你講 就是說 觀點嘛 你怎麼可以叫人叫新大陸 應該是黑人替你付名 你是白人 是你入侵者 你是外來人 你知道嗎 下一張 你看 毛利人 台東尋根 發現傳家寶 你怕一下 毛利人說 祖先的東西 怎麼在台灣的 原住民 高沙族的保護館裡面找到 很簡單嘛 我們的A級證據證明說 你是從我們這裡出去了 當然 你們祖先的東西 從我這裡出去了 你從這裡找到 這很簡單 所以你看 很多考古學家 歷史學家認為他們從 庫克群島 波西尼以下地區的來源 甚至於科學家發覺 毛利人與台灣原住民的DNA 是很接近的 廢話 當然接近 我們A級證據都出來 那個大架構都出來了 接下去 一個一個就 fit into this puzzle 一個一個就 拼圖就拼起來了 對不對 這邊 給我看 來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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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跳 你看 以前叫什麼名字 這1920年國家地理雜誌 封面 什麼 FOMOSA Beautiful 是不是叫做FOMOSA 左邊 Tons of explosive for FOMOSA 那時候美女到在 轟炸台灣的時候 美國紐約的報紙頂館 頭版的照片就是這樣 上面 什麼 FOMOSA 成頓的炸藥給FOMOSA這個島 下一張 你看 歷史文獻 B集證據 上面寫什麼 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MOSA and Pescatore Pescatore就是澎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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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MOSA是台灣 它有沒有用台灣澎湖 沒有啊 FOMOSA Pescatore Pescatore Pescatore都可以 好一張 好啦 說到這個 存在感 說一個故事 台灣人 台灣人 任何一個人 不要講台灣人 任何一個人出時 你怎麼知道你是誰人 你自己怎麼建構你的存在感 你怎麼知道你是誰人 你怎麼出時 不知道嘛 對不對 透過誰 透過媽媽 你不可能鞋子就知道自己是誰 你認知是透過根木 因為一出生八度的腰 很即刻的問題 馬上肚子的腰 肚子的腰後 母親給你餵奶 你切到母親 你有肌膚之心 慢慢存在 我很重要 肚子的腰 有人幫我親 我肚子有人幫我笑 再來 弟弟妹妹跟你玩 爸爸跟你玩 家庭的其他成員跟你玩 你就慢慢建構自己的存在感 我這個人存在很重要 所以自小的去用笑的 笑大人 怎麼樣 有怎麼樣 存在感就強 對不對 存在感強的人怎麼樣 自信性就強 自信性強的人怎麼樣 學習力就強 學習力強的人怎麼樣 競爭力就強 是不是 這都一連串了 之後就對這個社會有貢獻 可以幫助其他比較沒有的人 這是一個正常的良性反應 但是倒過來 如果你在成長的過程裡遇到一個問題 比如說你肚子腰一轉 啪 嘴巴閃來 你耗一轉 啪 給你嘴巴 這寶寶會嚇一跳 覺得自己很可能 我肚子腰 啪 嘴巴閃來 它在建構它的存在感的時候 有出了問題 一個否定的東西訊息進來 它會混淆 所以我過去去育幼院裡面帶小朋友 我通常辦很多活動帶吃的給他吃 但是每一回辦活動的時候 總是一兩個小朋友 都米的肚子腰不走出來 我說為什麼不走出來 後來他就知道為什麼不出來 嘴巴繼續吃 眼睛看你 可是他就不希望你注意到它存在 那是受虐兒 他們是受虐兒 從小就去用冷地大了 就沒有自信心 他形成他存在感的時候被否定 台灣人就是這樣 我是台灣人 嘴巴閃來 我是台灣人 我說台義 嘴巴閃來 你叫中國人 還在哪裡 你跟人家說我是誰的時候 他可以否定 還給你另外一個名字 你叫中國人 台灣人這麼可能 所以台灣人都是受虐兒 在座各位 包括我在那裡都是受虐兒 你很單純的告訴人家我是誰 那個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居然去用否定 否定 否定沒什麼事 再給你一個名字 再給你 叫你叫中國人 這人台灣人又陷 說真的像中國人 就跑掉了 說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笑 真的可憐到有存 這就是台灣人 少女兒 少女兒還沒什麼事 比少女兒還在慘是什麼 被鬼附身 叫鬼附身 什麼鬼 中國鬼 知那鬼 為什麼知那是個鬼 這流亡難民 這一個離開他土地的國家 不是鬼是什麼 這個中華民國已經死了 1904年 離開他原來有的身體 跑到一個不是他的身體上面 不是鬼是什麼 是不是鬼 大家撐一下 離開他自己本來的國家 死掉的政權 是不是鬼政權 是嗎 他附在你身上 那鬼就不辛苦 所以他很喜歡找人的身體 所以我現在講一個故事 聖經上一個故事 沒聽 他說 耶穌有一次來到格拉森界的所在 格拉森界的所在 就是那種天然的石灰岩洞 酒灰 酒灰 水滴滴就有空 有空 空很多人 人想說這很好啊 人死的 用薄薄薄的 待在裡面就好 不用做館子看錯了 所以那個地方 久而久之就變成一個 天 就是墳場 墳場 墳場 你知道墳場 死人坐 墨魚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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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鬼附身造出來 所以有一個村子裡面 就有一個人 他就被鬼附身 附身後就亂來 所以村子來人覺得很困擾 就用鐵蕾巴巴起來 不然亂來走 結果他又空無有力 啪就衝回去 然後走回去墳場裡面 整天 將來衝過去 不穿衫走來走去 看就牙蕾來了 衝過來 衝過來 衝到整個爺爪說 永生上帝的兒子 我的時間還沒有到 時間到你現在就來 難不成我現在就下地獄 耶穌沒有對他說什麼 他說 你叫什麼名字 他叫什麼名字 這個人說不出來 他說 我叫群 一群在群 因為附在他身上的鬼很多 多大一個程度 他名字叫群一群 耶穌說 從這個人身上出來 那個鬼子都走走出來 走在豬的身上 附在豬身上 兩千頭豬 衝到海裡面全部淹死 這個人就醒過來 衝起來 他就知道他本來是什麼人 你被鬼附身的人 連自己回答自己名字的能力 都沒有 是鬼幫你回答 整個幫你回答你的名字 你知道嗎 中國人 你怎麼會講別人的名字 表示你被鬼附身 不僅鬼附身 還要抓旗子去聯合國 要努力的進入聯合國 用鬼的名字進去 所以聯合國當然沒辦法承認 所以現在精力出來了 精力是什麼 法理出來 法理一出來 這鬼就要走 亞壽是真理一出來 叫你炒你就要走 你沒有材料又騙下去了 現在黑市民 不可以讓這鬼走去 什麼 冬季啊 你知道嗎 小人是冬季 國民黨裡面的本土派 民進黨的 那就是以前扣國民黨 這七人儘管 探家的 在裡面吃香喝辣的 因為他跟他玩他的遊戲 都好看 所以現在黑市民不可以走 老來老來就地合法化 中華民國在台北 在台灣 對不對 想辦法拿他的齊趣 就是民進黨 以前國民黨都不敢抓出來 看到中國人都抓起來 民進黨拿孩子一樣 台灣已經是個主權獨立的 他名叫中華民國 他就死了 你要讓這個鬼留在身體 永遠的繼續住下來 怎麼可能 你知道嗎 法理出來 現在就是幫你把法理 讓台灣人知道 什麼是真正的法理 什麼是真理 真理出來 鬼就不知道再變了 就要走 你知道嗎 蠻辛苦的 下一張 你知道嗎 了解 來 下一個 所以被抓到賊窩的王子 在發現自己真正的身世的時候 怎麼辦 來 這句話有趣 你們都是以前裡面的一個 被抓到賊窩的王子 我沒說你是 有人說 你現在恢復正常狀態是什麼狀態 我是台灣人 不是 好像大人不高 那個不叫王子 王子是有一個高貴的身分 我們什麼身分 我們真正的身分是什麼 沒有人知道嗎 沒有人知道嗎 對 大日本帝國天王的臣民 我們臣民 本來只是一般的 活在那個土地上 這邊是臣民 我們是有國籍的 我們是有國籍的 現在日本是出去的 以前日本是日本人 現在日本國 以前在我們頭上 跟我們家事的 我們講講 變成日本人童話 但是那時候 他是大哥 現在晚上是大哥 他們跑出去了 不買人老爸 我們還是維持在大日本帝國底下 所以我們現在換成我們做大哥 連倒拜 歷史的恩怨真的是好複雜好糾結 你怎麼想說有一天台灣人 變成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還有唯一的 唯一堅持在這邊 憲法沒有被拿走 大日本帝國憲法沒有被拿走 現在日本國已經修改他的憲法 把天皇懸置 跑出去了 對不對 他現在想要走回來 要修改他的憲法 回來我們裡面 歷史上有很多的複雜 我慢慢一步一步講 來 下一張 那要怎麼辦 王子恢復到身份的王子 你知道他的身份 那怎麼樣 就是要這樣子 回到原點重新出發 過期去用膽子去用蓋洗腦 收回來 回到以前1940幾年的時候 我們回去原來歷史戰爭的那個點 那個點是什麼 那個點上是沒有中國人 那時候中國人叫做外國人 我們本島台灣人 我們的內地叫做日本 我們是本島人 洪多嶺本島人 要知道我們回到歷史上的這個點 過去被扭曲了68年 現在牛頭回去 砰 回去原點 重新再從那邊出發 我們現在台灣人已經要撐起來了 來 下一個 缺人之黨真正戰爭要怎麼打 心理方法 心理上我們知道我們什麼人 方法要守 又透過什麼方法 到目前為止 各國願意為結束戰爭 而采以國際法解決紛爭 國際法 我們就叫國際法 來 下一張 我們現在已經 我們的identity很清楚了 M174的後代 我現在要說一下 還有差別的事情 來 再下一張 抱歉 我再走一個 待會再慢慢走 這個字你們要知道 什麼叫做種族滅絕 我念一下 西班牙國家法院 19號根據普遍管轄權原則 對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 前國務院總理李鵬登 五名中國前任高官發出逮捕令 理由是這個五個人 涉嫌對西藏犯下 種族滅絕等罪行 這將死的江澤民等人 若走訪國外 可能遭到逮捕 中國官員則強硬回嗆 哪個國家受理此事 這將是自取其辱 有膽就來吧 有看過這新聞舉手 沒有齁 有啊很好 來 西班牙是一個大國嗎 不是吧 沒事去惹中國這大國幹嘛 中國對這種小國的嗆聲 他應該怎麼辦 直接要抓你總理喔 為什麼又不敢怎麼樣 照理說我要禁止跟你運什麼東西啊 對你罰 懲罰性的那種關稅啊 或怎麼樣對不對 這樣才對嘛 為什麼不敢當 因為西班牙是歐盟的一份子 歐盟裡面任何國家 通過的法律其他國家都要遵守 中國怎麼敢去惹整個歐盟啊 自己找死 所以怎麼樣 就回嗆 好像 警察叫警察嗆聲 說好等你去搞什麼 好等你去搞什麼 沒有出息嘛 對吧 但是他還有另外的原因 他為什麼不敢出生 中國為什麼 這是事實啊 他真的對西藏人員做種族滅絕的事情 什麼叫種族滅絕 現在不用真的台人 他怎麼樣幫你種族滅絕 讓你的小孩子接受他的教育 就是種族滅絕了啦 下一張 你看 這已經通過了 1951年 這猶太人後來叫 Convention The Prevention of Punishment for the Crime of Genocide 就是對於種族屠殺這件事情的定義 其中一個 Forcefully transferring children of the group to another group 就是強迫性把你的這個族群的小孩子 送給對方的族群去接受教育 現在就是我們台灣人是這樣 上一代二代就用台了之後 你們這代就用修理 後一代怎麼樣 送給他們受教育 那就是種族滅絕啦 聽到有沒有 過去台灣人 老婆說 不要叫我外星人 不要叫我外星人 你知道那是什麼意思嗎 那就是一個種族 要消滅掉的母親 發出來最卑微的聲音 他知道中國人來之後就要自己染 染之後你的人就忘記了 我跟他說 台灣的男生女生 可以去叫 美國人 可以叫日本人 叫非洲人 叫印尼人 越南人都可以 都偏偏不可以叫中國人 為什麼 因為其他國家對這塊土地 並沒有土地的野心 沒有野心 沒有野心 人家是真的愛你才跟你搶 但是中國人這點不是 是要把你整塊台灣吃起來的 是這樣 是這個理由 不是我種族歧視 是你們對這塊土地有野心 他說離我們這麼近 他就是這樣子啊 我請問你 你如果是北部一方是中國人 那時候你要騎什麼立場 飛機了嘛 confused 所以以後民政務執政不是說這個人不行 是 沒關係 那你要尋求你認同的對象 你到底認同哪一邊 認同中國你就回去 你認同台灣立場在樓來 就這麼簡單啊 你要選擇一個對象啊 不是來樓在那裡 還給他假銷 不是 我們這個地方是同一種人 你要同一種認同 你要當美國人 你要規劃美國 你要認同美國 為美國效忠 為美國打仗 對嗎 就是這樣啊 中國對著 我告訴你 中國人是最雞肖的 什麼熊貓啊 保育類的 西藏人你怎麼不去保育 西藏人你想要讓他來抬掉 是不是 雞肖嘛 唱高調嘛 說我這是保育類的動物 不能怎麼樣 結果一方面對人類是這樣去抬 西藏人的屠殺 西藏人大量的中國人 在裡面去染 改變他的語言 想辦法改變他的宗教 就是這樣啊 那你就去滅掉了 那叫做種族滅絕 當然要對自己的種族 怎麼被滅 不要假的 大家都一起 各種種族在這邊和平相處 好不好 不好 你不要滅掉了 你的口袋沒那麼深 人要有十億人親 再淡個幾千萬人就不去 你不去 你有從此從世界上消失 沒有這個人 沒有熊貓 沒有什麼 台灣有一個老鷹 保育類的 沒有啦 沒有啦 不見了 了解嗎 下一張 好啦 所以說到這個 我剛才說的 再一個概念 我們就暫時休息五分鐘 最後一個概念 我們剛才不是說 組成 存在感很強的 有沒有 講到存在感強的怎麼樣 就好幾個人 這好幾個家庭夾走 變成一個部落 部落為了水 為了土地 跟其他部落這樣 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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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來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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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大 對不對 這組人越來越大 就變成一個小的Kingdom 國度 小國王 小王國 這樣打來打去 像英國以前不同王國 中國那時候也不同的國 打來打去 就一樣 就是部落形式 部落越來越來越來 王國之後變成 美利堅合眾國 United States 英國是大英國協 那多 你不敢打 你打一個人 你打他們全家 你會打 沒人敢 這種就是生存戰爭 越大越強 現在知道 好啦 那在生存戰爭的時候 做一件事情 通常把對方部落 滅掉的時候 做什麼事情 全殺嘛 過去是這樣 把他抬起來 這樣不對 為什麼不對 全殺之後 那土地變得這麼大塊 為什麼要去競爭 我要派人去啊 那麼辛苦幹嘛 所以我要做什麼事情 把他們對方的部落 這些比較老的 比較狂的 比較有力的 把我收拾都拾了 對不對 村的老老父母都留下來 繼續在那邊種田 時間到來給你抽稅 你就可以繼續活下去 了解嗎 這叫支援回收 我給他取名字 叫支援回收人 我們台灣人都是支援回收人 因為我們生命叫老掉 我們台灣人精英 2、2、2都抬起來了 跟僵人都出國了 都沒要回來 對不對 去做美國人去 對啊 老去台灣就是我們這人 叫支援回收人 支援回收人做什麼 唱歌、跳舞、吃飯、睡覺 要打買東東 這幾個 過程是一個支援回收城市 叫做香港 對吧 香港過去 當英國統治 每天只是唱歌、跳舞 所以 換中國接收收拾回來之後 江澤民說 五兆票 鄧小平說五兆 五兆 五兆跳、馬兆跑 對不對 就叫你繼續去過你的日子 不要想那麼多 賺錢之後 把我收回來 現在 香港不需要再做台灣的樣板 他真的要叫你 你叫中國人 唱中國歌 中國人就跳起來 想不到 他叫我移民到加拿大 移民到英國去了 去當英國人去了 但是我跟你說 移民調的那些人 還是支援回收人 因為他們的心態 還是支援回收人的心態 春天還要吃飯、唱歌、跳舞、睡覺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機關人到哪個國家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的意思是什麼 他可以幫助他們國家製造生產 美國其實是一個很大的 這種支援回收國家 但是他要的是挑過的 爛的他還不要 所以你要投資移民 各種學校 你要念書念得好 這種支援回收人不要 支援回收人不要 拿PHE當醫生 都用支援回收人 一樣 去美國 他沒有效忠的對象 他可以效忠任何一個國家 任何一個國家可以使用他們 你們來這裡就不是了 你們來這裡就知道 我是誰 我是水 我現在在做什麼 我老伯要去哪裡 我要帶我們的後代去哪裡 我不要讓M17的後代消滅掉 我們要站在土地的地方 建設這個土地 要回到日本的地方 為了我這個後代 生存下去 我現在先說到這裡 休君 這五分鐘 各位同心 學科休君 各位同心 你今次回到這裡 你自己是有些人 在山上 你會去找我 你會去想